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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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股市戰國撤 我是吳雷光 今天我大盤又創下了新高 包括台積電 但是目前感覺起來已經 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好像習慣了 但是各位从这次的低点 19291然后一直到今天的高点 我们台湖上涨了2300点之多 请问一下 你可以事先知道会涨2000点以上吗 我相信你一定是不相信 不要说不知道是不相信而已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在之前就告诉你 这个时间点它会涨到2000点 你相信吗 如果那个时间点你相信吗 那个时间点什么时候 那个时间点是今年的3月29号星期五 我在节目中告诉各位的 而且我还讲得很肯定 还跟各位做了一个互动的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3月29号的VCR 我怎么告诉你为什么这一次会涨2000点 我们进VCR 什么时候除全息 跟各位报告 这个是112年去年的 这是112年去年的 这个是布局区 4月哦 4月哦 7月哦 8月哦 各位 从这个地方做布局的动作 这个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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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月之前 加权涨2000点哦 加权涨2000点哦 我能够告诉各位这些 都是正确的 都是被命中的 各位 你相信吗 我们在看这个地方 我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 老婆我们镜头近一点 这个是3月31号 去年3月31号的高点 然后呢 整理之下 就跌下来了 就跌下来了 然后呢 我还故意在这个地方 画了两条线 对不对 我说这个地方 就是布局区 就是布局区 各位 这两条线 不是乱画的哦 不是乱画的哦 怎么说呢 各位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电脑 看哪里呢 各位 你如果 如果说 你对于你的技术分析 学得很厉害 请问一下 4月11号的这根K线 这根K线 你会把它当做什么 你会把它当做什么 好 再回到这个地方 老婆我们镜头 可以再近一点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黑K 左边有一个 有一个红K 然后留下下影线 就跟这一根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 它位阶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今天你如果学到这招的话 你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好 这个位阶它在五日线之上 所以说 以4月11号来讲 你看到了这根K线 你会认为它是 往上的几率最大 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它还在五日线之上 不管是任何一个分析师 或者是投资人 在技术形态上 会这样去做一个判断 至少它是属于强的 强的K线 对不对 各位 4月10号我是不是 在节目中 拿着卖的一个字卡 请你卖 那时候没有4月11号 这一根K线 没有 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判断得出来 会做拉回的动作 好 这是其中一个重点 好 各位 再回到这张字卡 这张字卡呢 从这个地方 各位 我们来看 一根KK 两根KK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一直到第七根的K线的时候 大盘是不是一路上去 虽然这边有做了一个整理 但是这个地方的低点 没有跌破前低 就一路上去了 对不对 好 各位 刚刚算的话 这边是七天 对不对 我们回到这边来看 各位 一根 我一样是从这一根K线开始算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六根 七根 我们大盘是不是就往上了 是不是就往上了 所以整个的 我说过 今天你就算看懂了 今天这根K线 你也要判断出来 多久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才是重点 对不对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你要的答案 是多久之后的那个结果 那个答案 那我在这个地方画 我是不是就画到这 画到第七根线 第七根K线 不是第七根线 对不对 再看一次 从这一个 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根K线 右边的这根K 可以开始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正好是我这条红线画的地方 这个地方第七天 七个交易日 这里也是 从这一根 这一根红K 右边的黑K 开始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涨上去了 我不晓得怎么去解释 真的我不晓得怎么去 去做一个解释的动作 因为就算我解释完毕 我讲得非常清楚 或许你也听不太懂 或许你根本就不相信 但是为什么 3月29号 各位 这张字卡是3月29号 3月29号 你可以去看我3月29号的节目 从这个高点被拉回来 七个交易日 就是我画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布局区 各位 这是第一个水平红线 这是第二个水平红线 第二个水平红线 以我们现在的台股在哪里 以我们的台股是在4月16号这里 了解吗 那我4月16号跟各位报告了什么 跟各位报告了什么 待会就跟各位说 所以说我在3月29号就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今年2024年的台股 跟去年会一样 会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它被拉回来 它被拉回来 各位 我怎么知道它会被拉回来 3月29号 我怎么知道它会被拉回来 但是我一直在注意 然后一直看 4月2号 3号 4号 一直到4月10号 我请各位卖 如果我4月10号那一天 再把刚刚这个字卡叫出来看 然后跟你讲叫你卖 你根本就不会相信的啦 你根本就不会相信 那你相不相信 我会不会介意 我不会介意 我说过 在节目中我对我的会员服务 在节目中我对我的专业服务 做这一个责任动作 所以呢各位 它涨上去会不会有2000点 你觉得我知不知道 我如果不知道 我会这样子画给你看 我会这样子画给你看 然后说这边会大涨2000点 这个是一个丰收期 我这样讲了解吗 然后这个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师要买什么股票 4月3号 4月3号 我告诉各位 加赖留言除息秀标股几几 既然是几几 就不会是一档 就不会是一档 我还在那边写 住财富倍增 各位 如果是一档一档的话 我会直接写在line上面 除非你愿意跟我通话 我会再跟你讲原因为什么 有时候会跟你讲一下基本面 有时候会跟你讲一下技术分析 但是这是一个急紧 所以呢 我就不会写在line上面 我会跟你说通电话 我直接跟你讲 因为这个的话 我必须要有先后 必须要先后 所以呢 当我跟你讲的时候 这个急紧 有两个产业 一个产业叫做散热 一个产业叫做COAS 结果你问我股票的时候 我也跟你讲 我从1月份介绍COAS是哪一档 对不对 第一个 那个 万论 同期不是第一个 同期万论 然后是什么 6223 旺系 那COAS呢 COAS就更 还需要我讲吗 3月21号 3月21号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我现在看的是 灰达GTC伙伴的散热 灰达GTC伙伴的散热 这是3月21号 所以我跟各位讲 双红高丽齐红 随便你 随便你 但是就这三个 很多人都跟我讲 老师 那个太贵我买不起 4月10号 4月10号 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什么 我告诉各位 黄金买点加一 对不对 这个是4月16号的K线 4月16号的K线 所以各位 如果这一根 这一根红K 你无法解读 你只会知道 4月11号那天的红K 那一天的K线 长什么样子 但是后面的结果 你会知道吗 不会 但是4月10号 我就告诉你 会被拉回来了 会被拉回来 然后我再去判断 这个时候 距离多少个 交易日的时候 它会开始 它会开始 所以呢 各位 4月16号 相当于这 第一根的水平线 了解吗 我可以精准到 把天数的K线 都画给各位看 很多人投资 很多投资人都说 刘邝老师 你真的很准 准到我们都不太敢相信 最说 我不晓得是相信 还是不相信 我真的不晓得 但是 就是说 刘邝老师你很准 但是我们真的不敢相信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分析 实在是 很想相信 又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形容 但是无所谓 一直到今天 回答的财报 告一段落的时候 其实 这些我都有算在里面 我都有算在里面 所以我就想 今天就跟各位 做一次分享 分享我一个月前 3月29号 跟各位的判断 我完全不是预测 我是判断 而且是专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4月16号 4月16号 各位留来上来 我就跟各位讲 复制贴上 黄金买点台股19308左右 还是跟大家讲 COAS散热 所以说今天如果讲到COAS 今天如果讲到散热 我敢说 就算是报章媒体杂志 新闻 同业分析师 也没有我跟各位 报告的来得早 来得持续到现在 现在全部创新高 那后面呢 那当然 今天还会跟你讲 后面的COAS跟散热 他们会怎么样的发展 再看另外一个 各位 这个是5月16号 这张字卡是5月16号 这跟K线是5月16号 这张字卡的主角是谁 这张主角是美元指数 我告诉各位说 会准备反弹吗 请问我写这几个字 我心中是认为 它会反弹还是不会 当然是会啊 如果它不会 我干嘛写呢 我这样讲 各位你们可以接受吗 对不对 可以接受吗 各位 这个是5月16号的美元指数 这个美元指数 5月16号 美元指数 就是我跟各位报告的当天 请问它有没有反弹上去 有没有 有没有反弹上去 有反弹上去 所以现在应该要如何 那就要看你们相不相信我了 就要看你们相不相信我 我是不是有跟各位报告 SOIC SOIC 什么东西 系统整合晶片 系统整合晶片 它是COVAS的进阶版 我想讲比较快 也比较懂 了解吗 现在的COVAS 2.5D的非常多 因为他们现在就在做 做一个制造的动作 那但是它有另外一个 3D 那传统的呢 传统是2D 我这样讲知道吗 传统的是2D 所以现在呢 2.5D 3D 是属于COVAS的阶段 好 所以我就跟各位报告 在整个AI世界里面 整个AI世界里面 不管是辉达NVIDIA 或者是超微微软 不管 我先举例这两个就好了 他们都需要高速动的晶片 高速动的晶片 那这些高速动的晶片 是什么 就是要推COVAS 那这个时候COVAS由谁制造 由台积电所制造出来 那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它会去做 做什么呢 第一个是2.5D的 第二个是3D的 那现在的COVAS 现在的COVAS 都是在2.5D这边 但是现在呢 如果要做到进阶版这个地方 它的名词会变成SOIC 系统 整个系统 这个时候 1月19号 1月19号 我在节目中告诉各位 AI伺服器的龙头 叫做辉达 这个时候595元 创新高 还有人留来问我说 雷光老师 你干嘛 为什么要介绍挥达 我无言 真的我无言 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 你今天参加那个旅行团 然后我不跟你讲导游是谁 你会不会迷路呢 你会迷路啊 因为你不晓得跟谁走啊 那我现在都跟各位讲了 全世界 现在就在看挥达嘛 这个是1月19号 今年的1月19号 你不要说你做台股 挥达相关的概念股 你光去做美股的挥达 你都赚一倍 所以有时候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回顾各位流赖给我 我心里都在想 是我做错了吗 还是我讲错了 还是我形容的不好 现在全球 只要是财经在荧光幕的 一定会提两个字 回答再提两个字 AI 那现在全部的COAS 全部的散热都涨上去 从今年的1月2号 我一路讲 一路讲 包括台积电 COAS提升晶片效能 台积电 各位 3月5号呢 我再跟各位讲 台积电加挥达 台积电加挥达 他们要去创造AI晶片 这个时候挥达它需要什么 挥达需要有第一个GPU GPU 然后就是交给台积电 我还写在第一个 各位 3月5号的2330涨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是3月5号的台积电 这是3月5号的台积电 股价728涨 收盘也不过730涨 今天多少 今天是877涨 你就算相信我 那个时候去买台积电 你今天 你也会非常非常的感谢我 明天过后 到底 挥达他的股票分割 会造成对AI有什么样的影响 广告回来之后 我会跟各位说明 我希望这次你们要相信 我们进广告 不要再买东买西买股票 开杂货店毫无头绪 2 不要再道听途说 追高股票 赚少赔多 3 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改变吗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2.5D的COAS 或者是散热 AI Server 记得AI伺服器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伺服器里面 会有很多的东西 会有很多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都会跟 SOIC会有很大的绝对关系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3月5号最重要 就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跟各位讲的是 回答的GPU 所以只要 现在有GPU 跟回答有关系的 不管是鸿海 不管是谁 股价都会上涨 如果鸿海这次没有 GPU AI伺服器 它不会在这个 在最近的涨了五六成 不会 了解吗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GPU 会由台积电所提供出来 那这个重要的主角 还在台积电这个地方 所以呢 现在的股价当然是高了 但是重点是什么 它们总会被拉回 那拉回的时候 就要去做一个追踪的动作 你不去追踪 你永远不晓得什么 叫做进场的感觉 你没有那个进场的感觉 请你进场的时候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 3月29号 你没有相信我 今天你相信我了 真的在这个地方 甚至连几个交易日 累光老师都 把它给圈点下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告诉各位 黄金买点 这个地方叫做起涨点 然后上来呢 现在我们台股 涨了2300点之多 那现在呢 要做的是什么事 第一个 底部开始的 因为之前就已经有 被拉回包 包括之前的股王3661 从3月4号 4565元 一路跌到2500元 这个底部的位阶 它开始做了一个反弹的动作 但这可惜的是 它没有突破3000元 它只有来到2980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密切注意 但是还有其他的 所以 一直跟各位讲 现在一定要找底部的 一定要找底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找底部的时候 你才会快速增加 你的财富 财富快速增加的财富 这一次所有的底部 全部都会交给谁 全部交给短线会员 全部都会交给短线会员 所以各位 相信我在专业上的判断 相信我告诉你的产业 相信我告诉你的AI世界 这个时候 你所买的底部的 都会来自于SOIC这方面的 我相信你会再创另外一个AI的世界 你好好的跟着我短线会员 打电话进来问 加赖留言进来问 我们会好好的跟你讲 怎么操作 怎么作业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